离铁拐大仙慈悲,共伴是一种缘分 在一起共伴是一种缘分 不管善缘恶缘都要去了这一段缘 修道半道的过程中都会有人事的问题 但你要转念,你要放下 这样你的心就会越修越宽广 你就能够自在,修道不用计较太多 计较只会增添烦恼 既然大家互称为道卿,坐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兄弟姐妹,要相处圆融 每个人都怀着谦虚的心 退一步才能够海阔天空 修道是为你自己的九旋七祖珍一口气 不要跟人家呕气,跟别人生气 对着自己没有好处,反而伤了身 想让自己长寿健康,就要少生气 每个人从出生到老,有生老病死的轮回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那你就要从生活习惯来改变自己 饮食也要改进 年纪大了,循环就不好 不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就要懂得节制,吃得清淡 心要保持愉快 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考导 话有真话与假话,你要去分辨 要多读圣贤书,才能明白你在做什么事 人如果能一直朝着自己的志向去行 站着真理一线上,那离光明会越来越近 如果你的心有所偏差 就会离光明越来越远 光明与黑暗在你的一念间 自己的心要做主,人在无名的时候 别人说的话一定听不进去 把别人的好意当成是别人的恶意 别人要跟你沟通,你以为别人要跟你争执 修到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 要克制自己的意念,心欲 才不会常常升起无名火伤到自己 做任何事情要心平气和 在航行当中要有方针 这样你才能够找到案 落叶归根,希望每一个人朝着自己的方针 一步一脚印的走 很高兴 为了说的话,这些人都会有一个人 这些人都会拍无论